哈囉大家好 我是香州的一軒 懂商業 看香州 紅海衝上200元了 大家都恭喜郭董終於可以退休 可是廣達董事長林百里卻說 他要延後退休 為什麼 因為AI太好玩了 全球AI掀起旋風 什麼產品只要掛上AI兩個字就賣得動 你知道嗎 廣達其實是台灣最早佈局AI的企業之一 這也讓他從一檔漲不動的大牛股 在過去短短一年多變身AI大標股 股價從80幾塊漲到300塊 林百里的身價也贏過郭台銘登上台灣首付 林百里很罕見的今年在股東會大力含進 要買廣達股票 因為他說現在是AI爆發期 AI的訂單量超大的 所以廣達忙得不得了 明年也是很好的一年 所以林百里在股東會上跟大家說 大家要多多支持廣達買廣達的股票 那6月初的時候 NVIDIA創辦人黃仁勳就來台灣到處請客 他請這個科技業的大佬們上館子 那林百里也是他的座上賓 張宗謀和林百里一左一右就坐在黃仁勳的旁邊 可是黃仁勳請客的名單就獨獨漏掉了人保 所以人保的董事長陳瑞聰他有一點不是滋味 現在廣達跟人保的市值相差大概7倍 可是10多年前筆電之王廣達曾經4度被人保超越 因為從筆電轉型到伺服器 廣達痛失大客戶的訂單 就為了駁一個未來再起的機會 撤退比對手快 可是佈局比別人早 林百里運用的是經濟學裡面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 就是機會成本 他看到的不只是這個顯性的成本 他還把隱性的成本 整個都算出來 算清楚之後 他才可以在進退取捨之間做出最好的決定 而他的商業思維 你的日常生活都可以運用哦 今天的影片有三個重點 第一 廣達為了轉型做出哪些抉擇 廣達上市以後因為筆電崛起一炮而紅 成為這個筆電之王 可是在事業最高峰的時候 林百里一聲令下轉型 就算被大客戶砍單也要做 林百里為什麼要這樣選擇 第二 林百里用了三招讓烏龜也能飛上天 廣達轉進伺服器這個新領域 現在變成伺服器代工之王 林百里到底用了拿三招 讓他找對趨勢讓烏龜也會飛 今天影片第三個重點 你要如何精算你的機會成本做出好決定 林百里能夠成功的撤退聰明的進攻 用的就是經濟學的機會成本邏輯 這個思維可以幫你精準的去計算利弊得失 讓你做決定不會後悔 也不容易踩坑 你知道嗎 其實林百里他是香港喬生 當年他一個人來台灣念書 在他39歲的時候 他借了10萬塊錢去創業 現在林百里是74歲 他已經變身身價超過3000億台幣的台灣首富 其實創業這30多年以來 林百里常常被人嘲笑 他在30幾年前要做notebook 可是那時候桌上行的個人電腦其實是最紅的 所以每個人都笑他 notebook可不可以有人要買 這只是一個工程師的夢想 可是他跟廣達副董事長梁次政 就堅持朝notebook這條路做下去 林百里曾經說他們第一次要量產notebook的時候 非常的辛苦 那時候是日以繼夜的開發技術 而且那時候蓋了一個林口廠 他那時候想說 我一年只要先生產100萬台就好了 那一開始也只能去找這個小客戶 因為東西實在太新潮了 你跟大客戶推銷是常常是不成功 可是現在廣達在最高峰的時候 一年可以生產高達7500萬台的notebook 成為筆電之王 當然林百里也踩過坑 他曾經投資了一個LCD廠叫廣輝電子 後來廣輝產培還一度連累廣達 林百里在事後反省 這真的不是廣達該做的生意 所以在2006年他果斷的關掉廣輝 到了2009年 Facebook就是現在的Meta來跟廣達敲門 他問林百里說要不要為他們生產伺服器 可是當時這個Facebook的伺服器訂單 是Dale在接的 那Dale又同時是廣達的notebook客戶 所以如果你答應Facebook這個新客戶 就會得罪Dale這個舊客戶 如果你是林百里 你會怎麼選 好啦 林百里選擇冒這個風險 接了Facebook伺服器這個訂單 果不其然 廣達就得罪Dale了 那Dale就把訂單轉給人保 後來人保超車廣達就變成筆電一哥 而且你知道嗎 轉型伺服器不容易 廣達原本在台灣就可以去接notebook訂單 現在要直接跟Facebook Amazon這樣的客戶交手 我還得飛到美國去 我要去理解客戶新的需求 我要砸不少的錢去設點 看起來就是吃力不討好的生意 那本來好好的啊 筆電第一名的寶座就這樣子沒了 新的事業又難做 一開始也看不到什麼成果 對古代的利空大於利多 聽到這裡 你覺得你能跟林百里做同樣的決定嗎 可是林百里撤退面板 轉進伺服器 關鍵就在 面板是一個要用錢砸出來的產品 那伺服器呢 他不但是做未來的事情 還可以把廣達原本最擅長的代工 發揮到最大 林百里的取捨其實是一個精準的選擇 林百里他最知名的就是烏龜哲學 就是慢慢的囤積實力 不鬥不狠不殺 可是很堅持走自己要走的路 不過要能夠當一隻飛天的烏龜 你必須要看得比別人更早更遠 林百里說過他有三招 讓他做到今天的地位 第一招就是超前研發 從做筆電到不是筆電 林百里他一直自稱自己是一個研究人員 是工程師 他從來不以自己是老闆自居 他早在20年前成立廣達研究院 他陸續跟全球的名校 像是MIT 麻省理工學院這樣的學校合作 他去獲取全球最前端的知識 例如在這個notebook最夯的時候 他們其實就在想notebook筆電到notebook沒有筆電的未來 廣達那時候察覺說人真正要的並不是電腦的本身 而是運算的能力 所以他就把眼光從這個筆電移開 開始做雲端伺服器 只是那個時候他做太早了沒有人相信 要把做的最厲害的筆電拋開 去想一個沒有筆電的世界 這就是取捨這就是選擇 那到現在廣達非筆電的營收已經超越了筆電的營收了 廣達如今已經不只是一家筆電代工大廠 第二招精準行銷 從小客戶到大客戶 林百里說過創業早年廣達很小 所以他們先找小客戶的生意做 但小客戶的訂單很不穩定 所以廣達是有一餐每一餐的經營 後來他們改鎖定大客戶 一開始很難接到訂單 可是廣達的東西很新穎 所以大公司聽他們話圖解說幾次之後就願意買單 讓他們有信心開始鎖定產業前10名的客戶 我們可以看到廣達現在的伺服器客戶 都是全世界最主要的業者 像是Meta Amazon 都是廣達手上的客戶 第三招是韌性製造 也就是落地的功夫 廣達從一間小工廠變成年產數千萬台的大工廠 林百里說 他們不只是能夠讓產品time to market 就是即時上市 他們還可以time to volume 就是即時的產能 這個聽起來不太好懂 其實這代表廣達是有能力去精準的備料 精準的出貨 讓客戶有訂單需求的時候 他不只是拿到樣品 還可以拿到產品 所以廣達跟客戶都可以創造營舟 那林百里還說 未來要建立更多的智慧工廠 去把這個產量提升 可是智慧工廠要花錢 還是一筆不小的投資 所以如果你不是清楚的看見未來的趨勢 你要做這個決定其實也沒這麼容易 我們聽完林百里的三招 其實可以把它收斂成一個經濟學的觀念 就是機會成本 簡單的說 你要真正計算一件事情的成本 你要同時去計算顯性的成本 跟隱性的成本 所謂的顯性成本呢 是指過程中 你明確可以去量化的一些實際的金錢的支出 比如說材料費 工資 水電租金等等 可是隱性的成本就是指 你因為選擇了A 而無法做B 因此你放棄的可能的收入 顯性成本加上隱性成本 這才是真正全部的成本 你必須要兩者一起看 你才可以看出來做哪一種選擇 到底值不值得 我們知道顯性的成本比較容易算 但要看出隱性的成本就很難 我們拿林百里選擇從筆電 轉型到伺服器當例子 他們為了伺服器的訂單 要去美國考察 要設據點 甚至可能呢 原本可以製造筆電的產能 要空出來改去製造伺服器 如果你只算到這裡 很多人就會選擇 乾脆放棄 可是林百里看到的更多的是隱性的成本 這邊的隱性成本就是 如果今天他不做這個伺服器的製造 他形同放棄我以後跟Facebook做生意的這個機會 我也放棄了未來轉型的可能 同樣的他選擇做大客戶 不做小客戶 選擇花錢去蓋這個智慧工廠 每一個決策背後都是一種取捨跟抉擇 林百里對於成本的商業思維 你在生活裡也可以用來幫你做分析 例如你認為請保姆很貴 甚至可能超過自己月薪的一半 所以你決定辭職 再加帶小孩 從顯性成本的角度 這個決定可能是正確的 可是這個決定的隱性成本呢 可能是你未來薪資成長的機會沒有了 可能是未來你無法重返職場的風險 所以你只有仔細盤點過顯性跟隱性的成本 你才會知道哪些事情重要你要好好把握 哪些事情不重要你應該要放棄 你才能做出好的決定 大家如果對今天的內容有興趣 可以參考資訊欄裡面的連結 看完廣達的成本取捨學 你是否也覺得很有收穫呢 在這裡我要推薦你一堂線上課 商業週刊2024年最重磅的線上課 白話商業思維 商周精選36案例開賣囉 這堂課呢是商周過去累積2萬則的案例 5000位CEO訪談的精華 從台積電全聯輝達到微軟 我們都發現大量的商業案例背後 都是用很一致的商業底層邏輯在思考 你現在只要掌握住這36個精選的案例 就可以看出很多商業個案的門道 掌握這套經濟學思維 你能看懂很多事情背後的學問 幫助你成為一個頂尖的決策者 而且成為一個有觀點的人 不管你是創業個人職場提升 各種投資判斷 商業思維都非常有幫助 現在購買你有早鳥架超級實惠的 請馬上點選連結下單吧 如果你對今天的影片有任何想法 歡迎留言告訴我們 喜歡的話幫我們按個喜歡 訂閱開啟小鈴鐺 謝謝你的支持 我是商周的一軒 懂商業看商周 我們下期見 掰掰